狗 天子 你不是说点到为止吗 你堂堂江凤阁也二无信啊 二比二平 凤阳哥 凤阳哥 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凌莎和光明 天鹏 他就是星凤阁跟主方啊 凤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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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使那么杀人啊 先生用法术攻击一个普通人 这不公平 我会法术 我来干他干 你你会法术 好啊 那让我们欣赏一下 你别过来 他会先做你灵力的 我就在你身边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快来找我 快来找我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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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是 莫莉们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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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凌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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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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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为止吧 你俩 带两位姑娘去内侍医治 别动她 公子 请相信冯儿 凌莎 凌莎怎么样啊 你刚才不是已经给她吃了顾元丹和还凌莎了吗 奇怪 按理说这两副丹药 应该立根接影的 可为何对这位姑娘无效 她这脉性极度虚弱 而且寒症 非同一般啊 那 那你没有什么非 非同一般的丹药能给她吃啊 我只有一个 穴位针刺的办法了 她若在一个时辰内再醒不了 恐怕 我死马当活马医吧 你有办法你快试试 什么死马活马呢 好好好 公子息怒 我就顺嘴那么一说 用针刺她手臂穴位 应该会有效果 把她衣袖解开 天火 你就让她试试吧 凌莎你放心 你先把手松开 我一定会看好 你的乾坤袋的 这是什么 扶药仙果丹 她怎么会有这个 这可是有势无价的 神丹妙药啊 那这个神丹妙药 能不能医好 凌莎的体汗之中 以前 我花重金 都为寻得子丹 听说她可以治百病 这姑娘这么虚弱 还紧紧抓住这个袋子 说明她知道子丹药能救她 可是 她是想要治她姐 不是想要治自己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凌莎的命重要 凌莎 来 来 你快看看 来